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尚角 今天又跟大家讲讲有关血压 很多时候我们计算血压 多数都有一个上面的数字 我们叫上压,有一个下面的叫下压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位置我们叫上下压 因为它的名称不是叫上压下压 上面的数字是叫收缩压 下面这个数字是叫书张压 很多朋友就说我上面的高,下面的正常 有些说不是,我上面正常,下面的高 究竟为什么有什么分别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血压里面这个 简称上和下,这两个压是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哪样升高是更加危险呢? 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下血压里面 上面的高压是什么? 这个我们叫做收缩压 简称叫上压,方便 指的是心脏收缩的时候 心脏收缩的时候 心脏收缩就会出血 这个血液对动物血管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这个压力就是收缩压 因为心脏收缩了 人体的动物血管在弹性正常的时候 是可以正常地扩张 心脏可以很轻松地把血泵出来 血压正常是可以这样的情形 但是由于你的年龄,遗传,饮食肥胖等等的因素 这个动物血管的弹性会降低 这个时候的心脏 为了可以正常帮血液出来 就需要加大它的收缩压 这个时候 收缩压就是上面的数字 就会升高了 过高的血压 是会损伤血管内壁 导致血液里面的脂质进入内膜 就会形成触阳的硬化 而硬化了血管 是进一步会加重了血压的上升 所以说动物的硬化 和高血压是互为因果 如果你不加以控制 会造成恶性的循环 这就会影响心、脑、肾、眼、血管 这些器官发生问题 那现在说一下下面的数字 我们叫它做低压简称 其实这个叫做舒张压 就是指我们的心脏是舒张期的时候 动物血管对血液的最低压力 在这个心脏收缩的时候 是依靠心脏收缩的压力 推动血液回流 大动物抗张就容纳血液 当心脏舒张的时候 主动物的脈反就关闭 防止血液回流 大动物的弹性回缩 就会推动血液 继续向前流动 但是如果我们精神紧张 肥胀肥胀或者腎素的水平过高 这些因素是会引起外面周围的小血管收缩 这个时候 大动物在心脏舒张期间进行的弹性回缩的时候 压力就会增加了 那就会引起低压 就是下面的压力升高了 所以说低压升高 是会导致舒张期时候 各个器官供应血量不足而下降 引致你头昏 心肺 胸门 这些症状 所以上压下压有问题 都会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种毛病 收缩压舒张压 组成的 是推动我们人体 血液持续向前的动力 完全不能停的 循环不息 所以如果这个上压或者下压有升高的 都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在心脏方面 血液升高的时候 会增加心脏负担 引起心肤肥大 心脏扩大了 继而会出现心力衰竭 腎脏方面 它升高的时候 就会引致 腎小球里面的压力升高 就会损伤了这个腎里面的单位 慢慢造成腎衰竭 而在大脑方面 高血压可以令到脑里面的小动物净乱 引起你头疼 头脏 和严重会脑出血 和脑梗死 除了这几样的器官 高血压 还会造成肆膜病变 和动物足阳硬化 从这些对疾病的有因因素来说 血压越高 伤害就会越大 血压中的收缩压 即上压 是永远高过下压、舒张压 所以如果你上压的升高 对人的危害更加大 上压对心脑血管疾病 是一个预警作用 是大过下压的舒张压 而一般来说 单纯的高压升高 是动物本身发生病变 不能逆转 但是单纯的低压升高 动物单身正常 是可以逆转的 所以如果你单纯计危险性和重要性 这个上压比下压更重要 大家了解了这个上下压的分别之后 我们人年纪不同 也有不同的血压特征 这个会在下一个视频 再详细介绍的了